我是彰化基督教醫院賴杭文大醫師 那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就是乳癌外科的手術 我們從臨床的觀點來討論 目前乳癌手術的趨勢以及應用的層面 那目前乳癌外科手術的策略 我們從過去這一百年來講的眼鏡 可以從根治性的乳房切除 眼鏡到改良式的乳房根除手術 到乳房毛磨手術 那針對比較大的腫瘤 我們會建議做完前導型壞癌完之後再來手術 另外一個手術進展的部分在前兆淋巴結切片的部分 過去淋巴破清 那現在很多病人都是照清乳癌 用前兆淋巴結來看病人淋巴結有沒有手術 再來決定要不要做腋下淋巴的手術 那乳癌篩檢跟治療的進展 也讓一些病人 假設能夠做乳房滑螺手術 我們盡量做乳房滑螺手術 但是有些病人 他是不適合做乳房滑螺手術的 那我們在做乳房全切除的時候 可以考慮立即做乳房重建 或是等病情比較控制之後 做延遲性的乳房重建 那我們今天的演講就涵蓋在這些範圍 來跟大家主意做介紹 這是過去一兩百年前做 跟治性乳房切除手術患者的外觀 因為早期乳癌是比較晚期 放種子都比較大 有皮膚胸大肌的侵犯 所以早先在做乳癌切除之後 需要做廣泛的切除 你看看說這個是把胸大肌 胸小肌整個乳房切除 淋巴都做擴清管之後的一個外觀 你發現說對患者來講的外觀 其實是有比較大的一個影響 那如果我們以卡通圖來看 因為早先乳癌的診斷在一兩百年前 都是要晚期 那時候醫師認為做根治性的乳房切除 不夠治療乳白 所以就把整個乳房 胸大肌、胸小肌一起移除 同時腋下連搭擴清 都立行擴到第三個區 那這樣看完之後 你看看說整個乳房切除之後 胸臂也都移除掉 幾乎可以看到肋骨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有時候會造成患者一些併發症 包含說容易比較容易 胸臂的一個外觀的不好看 再來就是說 有時候肋骨透露出來 比較容易有張肋骨 可能因為缺少一些胸大肌、胸小肌的保護 也容易有產生肋骨突出的風險 那因為這個病人 很多時候同時會合併放射線治療 來治療乳白 有時候肺部比較容易有纖維化的一個情況 那大家可能仔細看這個患者 他左右兩隻手臂 是發現左手比較腫大 這是左邊乳房做全一間淋巴做擴清 那可能這個病人同時也合續做後續放射線治療 導致乳巴有水腫的一個情況 那乳癌的治療 從過去幾百年來很多醫師投入 才到目前比較穩定的情況 大概17、18世紀的時候 我們知道乳房外科 可以藉由手術的介入 來治療乳癌 那到19世紀開始 你知道腋下淋巴的擴清 可以增加乳癌局部的控制 到現在乳癌 人家在2000年的時代 Willin Husty 這是John Hoskins的乳房 就是外科部的主任 他提出使用根治性的乳房切除 藉由廣寬的切除可以治療乳癌 那到2000年之後 John Petit這個醫師提出 改良型的乳房跟治切除手術 就是保留胸大肌跟胸小肌 做乳房切除 同時淋巴擴清 這是目前我們還在使用的 改良型跟治性手術 那到2000多年之後 義大利米蘭的 Volvici教授 以及美國的Fisher教授 他們提出乳房保留手術 來治療早期乳癌 這是目前來講 比較新的一個進展 我在2011年到時候 也到義大利米蘭跟 Volvici教授 學習乳房保留手術 以及整形式乳房切除 的一些概念 跟乳房重建 那可以發現說 乳癌手術的進展 是經過這一兩百年來 很多醫師的努力 才到目前比較 進階的一個治療階段 那我們以現代乳癌 治療發展 簡單來說 我們剛剛講到 魏林哈斯 也就是在 John Hustins 外科部主任 他提出使用 更自性的乳房切除 來治療乳癌 那我們講 在1896年之後 用卵巢切除手術 來治療乳癌 那時候 外科醫師認為說 這個病人他有乳癌 那時候就把這個患者的 腫瘤拿掉 然後發現說 其中有幾個病人 他的乳房總有 有消解 才發現說 事實上這個 卵巢 跟這個荷爾蒙治療 跟乳癌是有關聯 所以說我們 荷爾蒙治療的最早開端 就從卵巢切除 發現對乳癌有幫助 來引到目前的一個 荷爾蒙治療 那之後發現說 藉由放出這些治療 來治療乳癌 也可以有效提升整個控制 所以放出這些治療 也目前是在乳癌的 重要治療裡面 那在1941年提出 一座乳癌全解除 指引放出這些治療